附家后院竟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鳄鱼 这长度是达到了353公分 重量更是有272公斤重 这体型是相当的庞大 而且呢这只鳄鱼还做事要攻击一名四岁的女童 好在这英勇的爸爸在场 立刻把女儿抛飞到了栅栏外 简直是神救援 一只巨大鳄鱼嘴巴被绳子缠住 至少出动七个人合力 才把这只重达272公斤的鳄鱼拉上岸 美国德州一户住宅后方 出现这只353公分长的鳄鱼 当时一名四岁女童在西边钓鱼 不料鳄鱼却是朝她快速前进 爸爸健壮立刻把女儿抛丢到围栏外 更厉害的是爸爸也拯救了在场的保姆 把她也丢出围栏远离鳄鱼 我突然站在那里 正在找到一些东西 我突然看起来 英勇老爸发挥超人般的力量 把女儿和保姆一起抛到围栏外 后来才通知动物中心 把这只鳄鱼抓走 美国佛州还有鳄鱼 甚至跑到学校企图爬上栅栏 媒体笑称这所学校还没开学 鳄鱼就等不及上学 没办法翻墙还惨摔地面 只好在栅栏边不断徘徊 最后是出动专家把鳄鱼逼到角落 双方对峙后鳄鱼被成功制服 记者综合报道